要是說到日劇的王者 應該絕大部分的人第一時間就會想到日劇天皇面孫拖載吧 但其實不論是平成或是令和年代 真正稱霸日劇收視率的 其實是一位看起來總是笑咪咪的溫和大叔 今天我們就來聊這位常年被人低估的演技派 也是一位腳踏實地的努力型演員 Sakai Masato 戒鴨人 嗨 大家 歡迎回到初心熟南 這個頻道每週會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人物知識與東西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內容請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並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始 1973年戒鴨人出生於日本的神護士 是家中三兄弟的老大 在九州宮崎縣長大的他從小就有來看書 長大後的夢想也是想開一間書店 一直到上了高中加入戲劇社 才開始對表演產生興趣 進入大學之後 戒鴨人參加了早稻田大學的戲劇研究會 並成為東京歐連吉劇團的明星演員 又被稱作早大的戲劇王子 每次公演都會吸引一堆迷媚前來追星 就連他用過的原子筆 也都被學弟拿來當作偶像周邊賣錢 投入表演的世界讓戒鴨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悅 最後連書都不念了 大三的時候也沒先跟家人商量 就毅然決然的載學 成為Tanabe Agency旗下的藝人 這種叛逆的行為讓家人氣到與他斷絕關係 也停止資助他的生活費 就算如此 戒鴨人也不以為苦 一邊打零工一邊尋求演戲的機會 只是演藝之路並不如他想像中的平坦順遂 這種龍套演員的生活一晃眼就是十年過去了 為了過生活他什麼工作都接 做過配音員搬家工人 甜甜圈店櫃台便利商店店員 甚至還客串過裸體模特兒 肚子餓的時候就吃店裡賣生的食物 為了補充蔬菜的攝取 偶爾他也會採摘一些路邊的蒲公英 穿燙後沾菊醋來吃 2004年NHK電視台的大和劇新選組 希望給予一些有潛力的舞台劇演員表現的機會 因此選中了戒鴨人擔任山男進駐一角 這是一個滿臉笑容卻堅持著自己信念的角色 本來只是配角中的配角的山男進駐 在他的詮釋下居然散發出不輸給主角群的氣場 獲得了高度的人氣 在第33集的《朋友之死》 山男進駐因為違反新選組的局中法度 以切腹了結自己的生命 他以堅強勇敢的神情 維護著他心中的武士道精神 為劇中帶來了令人感動的高潮 沒想到這一集播出之後 NHK受到出乎意料的迴響 因此破例在該年年末重播這一集 讓戒亞人藉由此劇開始成為日本觀眾 叫得出名字的演員 2008年他在NHK的另一部大和劇《賭基》中 飾演當時身世如日中天的宮崎奎劇中的丈夫 得川家定 這個在歷史上被評為廢人的幕府將軍 是一個很有深度的角色 戒亞人所詮釋的家定不像史詩中寫的那麼沒用 我們時常可以看出他隱藏在微笑背後的無奈 即便處在身不由己的亂世中 他依舊維持著優雅的姿態 隨著賭基的熱播與日本當年草食系男子文化的興起 戒亞人開始受到注目 一連在許多劇中擔任重要的角色 而他執伏多年的演技實力也逐漸受到肯定 在同一年靠著超越巔峰、放課後 穿運動服的兩人橫掃日本大大小小幾十座演技獎項 既今四座也終於在出道14年後 在人氣節目《世界奇妙物語》中的Flashback單元 當上男主角 隔年他停掉了多年的吸煙習慣並增重8公斤 在電影《南極料理人》中飾演一個南極考察隊的廚師 以暖心的廚藝守護這群遠離世界的隊員們 也以主角之姿拿下橫濱影展與日本電視電影藝術大賞的影帝 而在2010年的Joker司法正義中 他則顛覆了過去笑秘秘的形象 飾演一個表面是溫文而雅的景觀 暗地裡卻是個冷酷無情的暴力制裁者 異正異邪的設定加上經典台詞 你的明天不會來了 迅速引起了話題 也為他奪下了第66回日劇學院賞的最佳男主角 那陣子介雅人簡直是化身為得獎機器 在接下來的作品中 不論電影的類型是什麼 擔任的是配角或是主角 對他來說通通不是問題 拿獎根本就像吃飯喝水一樣的輕鬆 而在演戲之餘 他也在TVNavi月刊展露了他寫作的才華 開啟了他的同名專欄 讓觀眾透過他的文字 認識他在塑造角色時的心路歷程 2012年 吉亞人演出了富士電視台推出的法庭喜劇王牌大律師 說真的 一開始我是因為大家的老婆心緣結衣才追的 但看著看著 雖然Gaki還是很可愛 但我的目光居然反而是被這個 流著怪異髮型的大叔吸引過去 真是太神奇了 與我們一般對於法庭劇 嚴肅正義必勝的刻板印象完全相反 由吉亞人所飾演的古美門言介 是個從三流大學畢業 貪財好色個性古怪的律師 還是個除了打官司必勝之外 一無是處的討厭傢伙 而且為了獲勝各種骯髒下流的手段 他都覺得理所當然 簡直就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倉的反派角色 但...但這個傢伙真是討厭到讓人莫名的喜歡啊 不論是比鄉土劇更加誇張的表情與肢體動作 或是一堆又快又長的連珠炮台詞 都展現出借雅人不輸給日本搞笑藝人的喜劇天賦 劇中各種研議的切換也讓人嘆為觀止 隨便結張圖都可以當作表情包來用 讓人沉浸在古美門詭異的魅力之中 不過王牌大律師並不是單純搞笑的喜劇 而是一部在詭諧幽默的包裝下 為我們敲醒景中的毒雞湯 他告訴我們不要把人生想得太美好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只有勝者才是正義 2013年借雅人演出了改編自持景忽韌小說的電視劇 《伴則之數》描述主角伴則因為父親融資失敗的緣故 進入產業中央銀行決心改變銀行雨天收散文化的故事 雖然乍看之下是個枯燥又嚴肅的金融職場劇 但強大的卡斯與緊湊的劇情卻讓人看得大呼過癮 角色之間的名爭暗鬥 言語之間的爭鋒相對都熱血到爆炸 讓此劇一開播就掀起話題 收視率也一路飆漲 到了第一季的最終回 更創下了關西地區45.5% 關東地區42.2%的超誇張紀錄 也打破了日劇天王 莫寸拓在於2000年主演的美麗人生的紀錄 成為平常年代的日劇收視率冠軍 紀雅人所飾演的半澤直樹是個有仇必報的銀行課長 在耳魚我詐的職場裡 他有時低頭忍耐公司高層的嘲諷 有時又威風凌凌的發狠嗆聲啊 不論各種神情動作他都揮灑自如 帶領著觀眾進入半澤直樹的復仇大忌 在他皺起眉頭 惡狠狠的盯著鏡頭喊出 加倍奉還的經典台詞時 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過目不忘的名場面 也被選為2013年的流行語大廠代表之一 2016年時封日本戰國時代最後一場戰役 大阪下執政四百週年 NHK推出了第55部大和劇 曾田丸 游民導演編劇三股信息聯手借雅人的黃金組合 試圖重振大和劇每況愈下的收視率 曾田丸敘述了被後世稱作日本第一勇士 曾田信凡的人生經歷 以及曾田一家在亂世中努力求生的故事 已經43歲的借雅人在劇中從青少年演到老年 從初期的聰慧機制到後期的成熟老練 他以火候十足的演技展現了這個傳奇武將精彩的一生 曾田丸劇組不落刻舊的加入許多幽默的橋段 也腦補了許多史詩上沒有記錄的片段 雖然被史詩家批評偏離了真實的歷史 但在降低了進入門檻與借雅人強大的人氣帶動下 收視率一度突破了20% 最終以近年最佳的16.6%平均收視率 重振了NHK大和劇的榮光 在2020這個全世界都陷入低潮的一年 季雅人帶著他最知名的作品回來了 神劇《半澤直樹》的續集 雖然在疫情的影響下一度延起與拍攝中斷 但在他與原班人馬全數回歸的號召下 還是創下了令和年號後最高的日劇收視成績 達成了在平成、令和兩個年代都是收視率制霸的驚人記錄 熟悉的職場激鬥、熱血的對嗆 半澤直樹的以牙還牙、加倍奉還讓我們等了7年 這次不只是加倍了,各種勾心鬥角與誇張演繹 已經到達了百倍,噢不止 是到了千倍奉還的境界 半澤直樹2的借雅人在說出了這句經典台詞之後 有好幾天都讓我稍微忘記了2020年的不快 很期待這次半澤直樹與大和田常務會如何收尾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如果被拭了,我們再拭了! 我們再拭了! 借雅人雖然看起來好像無時無刻都愛微笑 但他的戲錄其實十分寬廣 演什麼就像什麼 尤其是在演出一些雞XX的人的時候 更是十分的到位 會不會他本身其實也XXXX 借雅人算是一名相當多產的演員 在他二十幾年的演藝生涯中 大大小小的作品加起來應該有超過一百部吧 實在很難在一部影片裡講完 除了我剛剛提到的作品 在這邊我也想特別推薦一部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電影 叫阿娜打有點Blue 這是一部描述憂鬱症與夫妻關係的小品電影 也是宮崎奎自賭基之後 與借雅人再度飾演夫妻的作品 輕輕淡淡的劇情與略微緩慢的敘事節奏 卻讓人看得又溫馨又感動 而且這對情侶搭在一起就真的特別有化學效應 可能因為片名取得很奇怪的關係 所以阿娜打有點Blue知名度並不高 但若是已經結婚的朋友真的推薦可以找來看看 雖然Ligo High 與半澤直樹的借雅人表現真的沒話說 但我認為暖男形象的借雅人才是最適合他的本色演出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請不要忘記幫我按個讚 也歡迎你轉發給身邊喜歡借雅人或是半澤直樹的朋友 我每週都會上傳影片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今天要請大家 獨家座 他很厲害吧 他完全沒有角色 獨家座 獨家座 不樂意 尚未見 不樂意 不樂意 我懂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